每逢过年期间就是蜜枣盛产的时期 清脆饱满又圆润油亮的外皮 加上香甜多汁的果肉 带皮吃就像是吃青苹果 削皮吃就像是在吃蜜梨 因此带有春来枣象征吉祥的蜜枣 已经逐渐成为年节受欢迎的水果 枣园里结实累累的金龙蜜枣 一颗颗清香多汁 甜脆细致 吸引很多游客前来观光彩果 好吃的蜜枣让八十多岁的阿公阿嬷称赞不已 吃得很甜 好吃吗 好吃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我吃到很甜很脆 肉很油腻 很细腻 竹吉祥味在阿里山下 因为高山气候比较湿冷 而且日夜温差大 加上是以有机肥料和往事栽培 结果是必须要进行蔬果 所栽种的蜜枣果实硕大 特别脆甜 我们的地方这个金融蜜枣 我们浓油 都很用心在核 这都是很满的可以吃 因为这都是油脆的 鲜甜多汁口感青春的蜜枣到底要怎么挑选呢 这人就是五十元 专门洗粉 洗粉后它会结果 这样下去 它这个组织会很漂亮 鲜心肝也不大了 要瘦枯 我要瘦三百枝 组织会很漂亮 底部要有少许金黄色 完全没有颜色的画质 吃起来的话它会色色的 有那个金黄色的话 吃起来又脆又甜 现在正是蜜枣盛产时期 三五好友不妨相约一起迎川早乐子 享受现摘水果的乐趣 新唐人亚太电视苏武雄方雅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